好,我们的中文中文科学是吧? 是啊 都是大一的吗? 是 生科院的,有没有生科院的? 是 都是生科院的是吧? 是 还有很多人觉得是还没洗,早上八点弄上课确实是够可以的 因为我一般来讲都是晚上四五点钟,应该说凌晨四五点钟睡了 所以八点钟起来,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或许对相当大一部分的同学也是这样 大家应该还,刚进校应该还没学什么专业课吧? 没有 OK,那我们就,我们就讲,我们今天就聊聊天好了 我还有压力 没有,没有压力 大家快睡着了是吧? 那我们就要来点劲爆的,那等大家信心神吧 嗯 我们劲爆的 就说现在,现在说这个,这个 这个性行为在 这个中小学生里面的 对啊,性行为啊? 嗯 嗯 OK Sexual Intercourse 不要那么羞涩啦,你们都是深刻认的 哈哈哈哈 不要我会这么讲吧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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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这个 好 这个 正是这个东西,然后呢,就算你不认识 嗯 因为你们是学生,学生物的啊,现在你们刚进校不久 但是呢,很快,你们读其他科系的同学就会,就会问你们 嗯 哎,我女朋友怀孕了,怎么办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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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生,生科院,哎,注意啊,生科院的,往往能够从更本质的角度去解析这些问题 所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讲一讲,哎,很多生物学的很本质的东西,尼方的生物脂 reproduce,reproduction 今天,咱们来讲个小的专举啊,性开放生物学后果 这个东西呢,咱们,今天咱们就不讲这个,是什么社会人文文道德的这样一些东西 因为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上大学来那个年代 很保守的 你要是谁 男女同居 这个出去开房 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 我们96级的 有一个学长 把女朋友肚子搞大了 那个时候 这个简直像过家老虎似的 都非常看不起的 那现在呢 从小学生都有信息为老 大家不开新闻了吗 然后高中生的信息 因为现在去调查了 在中国是百分之十四点几 又有游性经验的 你身体发育成熟了 当然是这样了 对吧 当然是有这种欲望 这样很正常的 要没这个欲望就麻烦了 但是呢 你们这个高考的压力很大 你无暇去想这方面 然后一有早恋的 你不要说马上被 马上被家长制止 然后完了之后呢 你到了大学之后 你爸妈还告诉你 好好学习 别长天子谈买女朋友 就把讲学机拿了手 然后呢 到了 到了你大三大四的时候 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 诶 怎么还没被像啊 然后 然后你慢慢就发现 如果读了硕士 读了博士之后 你就会发现每年 你春节回家的时候 跟你一起玩的小伙伴们 他们的小孩都已经被出去打加油了 没关系 这个平常 但是我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 性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逐渐低龙化 所以为什么 这个问大家 你们有多少有不性经验 这不是一个什么 很丢人的事情 现在确实在 现在社会道德下面 不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 有它的好处 这个 这个低龙化的 这个低龙化的性行为 是有好处的 一旦可以有坏处 我们不讲 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的 道德是多元化的 对吧 没有一个 就是说没有人可以 一定告诉你 一定这样 就是对的 或者一定这样 不对的 每个人都是成年人了 对吧 你们谁是 谁还是未成年人 怎么样 我上海没有说未成年人了 又转了 那起码满14岁了吧 跟不满14周岁的幼女 发生性行为 就无论什么样 都算上天 都要判刑了 那是跟40岁以上的 这个少女发生性行为 只要在双方资源的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是中国法律 最没问题的 就是你起码14岁的状态 是吧 也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自主地决定 我身体给谁 这个没有什么 这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 我们今天讲的是 虽然这个 这个性的道德方面 它的这个性道德 会在历史不同的时期 它会有所差别 但是性开放或者性外 它会有它的一定的生物学后果 这个是不因人的意思 或者不因社会道德的标准 而发生改变的 对吧 也跟古今中外没有关系 它是基于生物学的 所以我来看一下 当你做 但都是成年人了 你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自由去做 但是你当你做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它有什么样的后果 对吧 比方说你可能喜欢抽烟 不会抽烟的 没人敢承认是吧 学生物的还抽烟 有点 好像你的生物就买学了 你抽烟的话 你就要承担 当然你可以是享受抽烟的 好的意念 对吧 你可以提神 可以耍库 但是你必须承担的 都是肺癌的风险 对吧 甚至影响你家人的风险 周围人的风险 这是生物学 这是不因你的意识而改变的 所以说性开放也是这样 凡事都可行 但凡事并不都有益处 这是圣经上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性开放是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自私的基因 这本书看过没有 有的东西看过 没有看过 我这一大学看一下 虽然比较老入的 但是他讲的一些哲学观点 那生物它的三大基本特征 你们在中学里面学的 有不同的版本的教科书里面 有的是三大特征 有的是四大特征 有的是七大特征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版本 这三个都是有的 代谢一级生物质 这个是 这三的重点是区分生物和非生物的绝对的特征 那么生物质 就是我们生物学研究里面的一个绝对主要的方面 所以大家不要对性质之类的东西过分的去修饰啊什么东西的 你研究这个是理所应当的 你读生物是吧 研究这个东西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也科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事儿 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些研究的话 你做两个愿意就完全没感觉吧 没感觉吧 生物的本质是什么 遗传物质的团体对不对 我要把我的遗传物传递下去 于是就有一个就有一个问题了 基因啊 必然尽可能将自身传递下去 否则就会在肉贩败之后消亡 对吧 以后你就没有这个基因了 所以基因能够存活到现在的基因 也说大家 现在再说各位 每个人自己的基因 其实都是经过千挑万选进化出来的结果 能够存在到现在的基因 必然是自私的 它必然要尽可能多的将自己传递下去 那怎么传递下去 怎么传递下去 其实有一些方法 在你的后代生出来之前 你基因就会传下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结论 就是怀孕中即生育后 男人的基因会存留在 女人体内长达几十年 这个呢 是最开始是 香港中文大学吴一名教授 他的这个发现 他是无创成检的先驱 后来当选了这个 英国黄泽学会的院士 他最开始的发现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章的 Presence of fetal DNA in Metal Plasma and Serum 大家英文都应该没问题吧 是在这个 这个发在这个柳叶刀 这个杂志上面 是个顶级医院期刊 如果说在十年以前 你基本上发一篇柳叶刀 你就有在中复平院时的资格了 这个是重大了一个发现 97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母体的血液里 检测到来自于胎儿的DNA 那么胎儿的DNA是什么样子 就是母体一半水一半 对不对 所以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无创的对于小孩 来进行的无创产检 当然靠不靠不靠 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去上我的这个 身体学课就知道 这个不是太靠不靠了 但是有没有这个男性疾患 是有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是07年的文章 Cell migration from baby to mother 胎儿的细胞会存在到母体体内 甚至来讲 会在母体体内 与母体的细胞融合 存在长达几十年 也就是说 你的性患者的信息 基因信息 会常常存在你的体内 这个 就是 男男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来讲 男人的结果 会留在女人体内 跟她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体内 那现在我们其实在五年之前 已经做出一个实验 比较经验的实验 即便是没有怀孕 性行为 就男人的 男人的这个 基因信息 也可以留存在女人体内 长达多少 我们 这个最多的一个测试 是有三年的 就是三年以前发生性行为 然后后来这三年都没有 有这么一个志愿者 一个女生 然后我们去测到了 她的体内确实有男人的这个基因信息 然后呢 我们后来有 经过一个机会 去找到了她的这个前男友 然后测了一下 然后发生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基因信息是对得上的 就是用这个法医学的这个手段 是发生两个人经是对得上的 是吧 就分行是对得上的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可以 做这个处理检测的 而且知道你的这个信息 有多少个 每个是谁 如果你找得到这个 这个显示人的话 这个东西在法医上很有可能 真的 那很多人这个独头强奸案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这种信息 那种东西的 发生过了多少年 对吧 之后可能这个原来的证据都蔑视了 但是这个信息会永久性的存在 或者至少来说存在几年 这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还是可以去根据这些痕迹去定位存受 当然素兰也有办法签计 这也是法律上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具体怎么来说的话 你学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专业知识之后 然后上我的实际学课上 都是要讲这个内容的 好 总而言之就是 你不要以为你的性情为主 留不下痕迹 这个痕迹还会影响到以后代 比方说 这个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歇负异常 这个以前呢 曾经 N年前吧 这个事什么时候出来 我都有点忘了 反正十年前出来吧 然后是英国王子哈利呢 就总是 大家都是 都说他的 这个阿利王子呢 跟他 跟这个 呃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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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的这个 前 前 前夫 修伊特很像 你看这俩人的照片确实挺像 跟他的生物学父亲非常不像 基于SDR的性子监定 表明 他的王子确实才有王子所生 但是 跟这个修伊特没有关系啊 这个 但是 但是确实很像 各种 而且他的各种个性也都是和这个先父比较像 所以就在 在这个 古今中外啊 其实都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 女人生下来的孩子像前夫 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说 基因程序 它分子生物体其实是靠 靠的这个 DNA的复制 对不对 靠DNA复制 DNA复制是非常 高度保守的 是高度保守 出力是非常低的 对吧 那 当然 物童种的个体 当然它有这个生殖 生殖隔离啊什么东西 它没有办法生存后代 但是 童种生物个体 独特基因怎么办 于是基因就要想办法 对一个女人 有两个男人想争想它 谁能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 所以就 由于童种生物 用相互了一段保存机制 因此 个体独特的基因 基因存序 很大的一部分 是靠着动物行为 就是 争夺配偶和交配权 以及性行为上面的一些细节 这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可能 可能是20年前 就是97年的时候 买到的这个光盘 Discarberry 它出了一套纪录片 叫动物性行为 争夺丸子的战争 这里面有不同的动物 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行为 去派出 它情敌的精子 防止情敌的精子 去抢占配偶的男子 那么 对于人来讲 社会 人的这种社会行为 比方说 这个 古代 这个 这个 这个女人都是男人的一个附属品 像那里 对吧 我可以控制起来 这是 防止别人来 诶 增强卵子的 这一种行为 那现在的话 那就是什么 诶 我有房 有车 有钱 有权有势 然后呢 就是去引诱 这些女人 上班 让她们不愿意跟那些 穷脚丝们 上班 当然这个东西 也不能靠谱 但是 在这个动物行为的层面之下 生物学上面 我们也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这个机制 每一个动物都进化出了一整套的机制 细胞的机制 我们在教科书上面 讲的精卵的结合 一个短子在这儿 然后一群精子跑 然后有一个精子穿进去了 对吧 广广都描述成什么呢 伊达哥人 托马拉松 跑了去派人的人进去 是吧 这是我们的通常这个观点 可是 这是错的 我要告诉大家 是错的 这个过程更像什么 特战小分队 增强暖子是一场战争 大家一定要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场 游军 我们当中学啊 是 是 什么样的 好几个精子会 头在一起 尾巴伤开 就像个伞一样 挡住别人的精子 挡住后来的 就要阻挡着精子 断后 然后有五亿是叫做杀手精子 杀手精子是不能使暖 受精的 它负责的是什么 抵我识别 释放 如果发现是非我族类的 这个 这不是我的精子 它会释放不够 它是不太的 然后 只有一百万 徐南者的精子 所以 这一些是可以食堂受精的 所以如果说 你的精子数量不够 比方说 现在 中国的话 你去查 因为你去查 你的精子 在三千万以下 那现在标准可能要降低了 在一千五百万以下的话 你就会被判定为少精症 你这个可能就 这个生存能力会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它的比例是很低的 六亿个精子年只有一百万 这是六百分之一的概率 然后呢 那 这一些是由小分队组织的 就好像一个特赞的小分队 是吧 你看有人到后 有人去攻击敌方 然后呢 有人就翻进去 把那几名文件都取出来 那就是这样的 如果说 有两个男的精子 在同一个女人体内相遇了 那就 那就有了好看法 是吧 就一场大战 恶战 恶战过后 遭殃的是谁啊 这是战场 对吧 你看 美务跟伊拉克打了一大战之后 这些平游战的那个污染 永远都留在那个土地上面 很多土地就永远失去地游下去 那么这个大战的后果造成了什么 古代就有一个说法叫做青楼难孕 就是说妓女很难怀孕 即便是她存粮之后 她也很难怀孕 为什么 她的这个土壤 供这个胎儿发育 生长的土壤已经没有了 已经 已经不行了 然后 由于密集的调查 解释了 有多性胖女的女性 极易地供起来 有八个性胖女的女性 供起来 发育率是大约30 因为释放赌速嘛 大战的时候要释放赌速嘛 因为释放赌速嘛 大战的时候要释放赌速嘛 那你说 我戴套儿行不行 那没有直接的这个金字的结束了嘛 对吧 但我告诉大家 戴套儿会增加女性的这个复刻炎症概率 三到四倍 这个也是刘明镜面调查 所以自然的孩子 还是最好的 如果 我的老婆不是处女了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中学后果 他 古英格兰的侧脸 是所谓的 breed them out 这个 你谁有看过 这个 有个电影叫永带兴 breed part 这个就比较老了 这个 这个 有的朋友看过是吧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 这个这个 英格兰和苏格兰打嘛 是吧 然后呢 硬打打不过 后来 英格兰的王是怎么 用了什么样的策略 去搞定苏格兰 里面有一句话 如果你看到英文原版的话 叫做 if we cannot kill them out we will breathe them out 这句话很难翻译 前面一半就好说 if we can't kill them out 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杀光的话 we will breathe them out 后面这句话是非常难翻译的 breed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我们通过生育的方式把他们自然淘汰 但估计估计可以怎么翻译 它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抢夺苏格兰新娘的出业权 比如说苏格兰认为一个新娘 她的第一 结婚的第一晚 遇到英格兰的一个什么公爵啊 或者一个贵族的往上渡过 你看了那电影呢 就知道有这个有游戏情节的 就是那个 英格兰的那个贵族就生生的 就把那个一个新婚的新娘就藏走了 而且这个这个事情是立法 用立法的形式来推行的 你说这个 这个 这个顶多回去 这个这个 这个女人回去 就生一个混血了 是吧 有的时候 一个晚上还不一定怀了孕 那 顶多生一个混血儿 后面 这个这个女人 还是跟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她那个时代的话 她生了 生了好几个小孩 是很正常的 对吧 所以说顶多有那么几个 带一点英格兰血统的小孩而已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生的孩子 那个女人生的孩子 算前夫嘛 这个古人她不懂科学原理 但是她通过经验 她已经总结出这样的规律了 这个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用过这种方式 它让 它可以让英格兰人的基因 基本上就可以说 遍布整个苏格兰的 这个区域 后面这个女人生下来多少个小孩 她其实都是带着这个 英格兰的基因 这怎么实践 现在的我们 这个 你们可能在中学的时候 学这个 学这个 生理卫生课 不是讲生理课的时候 会讲精子 有几天的这个 存婚期啊 三天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错了 如果你有很多人是 哎 这你们可能可能很快 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了 啊 有的 有的女生啊 跟男朋友 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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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提前4天以上 基本上就不会还孕 对吧 就是安全期密运法 但你的院去不够 预计的话 就很难 很难算准日子 就不太好用这个 但是我相信大家 身体健康的话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 经常呢 就是有人中招 于是呢 就这个外面医院里边呢 这个 打开的就特别多 哎 正经的 我们这个这个 见过太多这样的 这样的人了 你去那种 比如说这个华伊那边你会看到好多的 尤其是你刚一开学的时候 尤其是刚一开学的时候 那好多小女孩在那排着队打开 看着挺心疼的 因为有的好一点就是男朋友还陪着 那么看着大部分没有男朋友陪着 一个人去 然后做完人家手术之后疼得要死 都没有人过去去帮他 那很可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你就算的人日子结果还中招了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查一下 至少有95年的有一篇 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的 那也是一个体积医学期盼 上面就 上面一个什么就是看 给提前几天怀孕的 提前几天怀孕的 这个生下来的男女比例是不是有差别 对吧 可能你们没有关注过这个 等你们到生孩子的时候 你们会想我想生个男孩 或者有的人想我想生个男孩 有人想我生个女孩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经验就是什么 它就说Y精子比X精子要脆弱 所以说如果你想生男孩的话 你就算整日子再提前一天 一天两天 这个发生性行为 然后呢 就这样我白精子就 待在这边的男孩 但是它的活力比较强 所以就可以生男孩 然后呢 X精子 存活时间比较长 所以提前三天以上 这样的话就生理它的概率大 然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里面 它通过一个统计 大范围统计两百多对夫妇的一个统计 结果 追踪统计的结果就发现了 可以在排卵期 提前六天 发生性行为 还能够怀孕 而且比例不低 但是男孩比例没有发现任何统计学差异 那么 这已经说明了 精子的存活期绝对不止三天 起码是六天 而且这还是驱暖者精子 它要求是最高的 杀手精子的存活期 其实比你想象的差很多 而且我们会发现呢 就是 它甚至会整合在 那个女性的这个圣族道里面 一直存活的 然后呢 杀手精子它干的活就是 吃放不醋 进去给我识别 所以它如果一直待在那个地方的话 后来的精子 就会被它叫筛选运动 对不对 发现跟我比较像的精子 就放过去 跟我比较不像的精子 我就啥样子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生物学特性的话 就是后面的精子 虽然OK 是后面这个 这个人的精子 但是它被筛选过之后 就跟前夫就很像了 对吧 因为那些只有跟前夫相对 基因型相对 比较像的那些精子 能够被放过去 这就是先夫遗传的分子基因型 于是 这个处女情节就可以很好解释了 因为处女情节这个东西在古今中外都是有的 因为古今中外的这种文化啊 什么都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 你不能用 你就不能用这个文化的这些东西去解释 就是处女情节 它一定是有生物学本质的 生物学的这个原因的 所以说 为什么男人就喜欢要有一个处女 就因为 只有这样子 她的遗传性 她的精子才能够完全不被筛选 而过去 生下来的小孩 也是能够完完全全地反映她自己的基因型 就是处女情节的生物学本质 那么 这个处不处女 跟你交付交代其实没有关系 生物上面是有一个识别机制的 那么这种识别机制是靠一些 人特异性的 就是一些 个体特异性的抗原 表面抗原来实现 所以说 如果我的老婆红尽出墙 那么 我其实可以感知到的 生物学上感知到 你意识上不一定知道 它可以躲得很严实 对吧 那个 王老强跟那个 马荣 最近这已经刷牌了好久了 那个马荣出北那么长时间 王老强是完全没有察觉的 你确实对老婆很信任 对不对 而经常 王老强经常出去拍戏 一出去养月了 不回来 在家里搞什么 根本没人知道 但是 你的身体 你嘴上不说 你的身体会出卖你 生物学上的这种识别是很精密的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光乎于什么 我的基因能传下去了 所以说 生物体一定会净化出这样一条机子出来 但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小鼠实验 首先呢就是把一个A鼠是磁鼠 然后B鼠是熊鼠 然后放在一起交配 然后呢 测力 它那一组了 一组 然后就是有个理差异嘛 然后就算了一下 B的平均射精是2700万 同时呢就把一个C鼠也是熊鼠 放在旁边观看AB交配 然后呢 再把B鼠交配完之后 要把B鼠拿开 然后把C鼠放进去 然后让A跟C交配 这个时候观察到 C平均射精是5400万多立倍 而且测力了 三个平均的比例升高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很明显地知道 在眼前看 我老婆先跟别的男人先搞过 那我现在什么 我现在必须要用更多的精子 才可能取胜啊 对吧 人类已经有先发优势了 我必须用更多的精子才能取胜 然后呢 从动物行为的角度去研究 就发现C 希望更频繁地跟A交配 我一次不够 我多来几次 我总能把你原来那人的精子 冲都要冲它 是吧 很多的这个 很多动物啊 尤其是低等动物的 它的这个雄性 阴晶的那个设计 这头复杂的不像人的阴晶 好像就一个棒而已 它就像有的那个 呃 像像 像 一个昆虫的 它的阴晶的那个头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你可以去查书了 这个可以去查书了 它在这个 就比方说 像 那个 我印象里面是 蜻蜓 某一种蜻蜓 它在交配的时候 它的这个行为 比较特别的 先是什么 先用它 它那个银筋的头 是一个扇面状的 一个东西 深入磁性体内之后 是先要刮的 刮刮刮刮 就这样 就是什么 把前面那个雄性的精子 它就说 它不知道前面一个雄性 有没有射行吗 对不对 是把前面那个 雄性的精子 尽可能地刮走 最后 再把自己的精子射进去 它有这样的行为 不是动物一般没有 所以说你看 很多的动物 它进化出来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为了 能够让自己的精子 能够取胜来 就是无所用其极 人类的实现观察 里面是什么样的 我们知道 一个正常男人的视频量 是0.6亿到6亿 但是如果说 男生去捐精子的话 捐精子的那个线 是5000万 但现在90%以上的男生 是达不到的 所以能够成功捐精的 那都是 说明你升级分吧 现在真的 中国男性 尤其是年薪一代 一定到晚宅在家里 身体也不够 然后呢 现在在家里 打游戏 做久了怎么样 那个高丸 离身体太近了之后 温度高 温度高了会损致精 就是这个精子就不好了 为什么高丸要去体外 就是为了能够比体温要低两度 要老坐在那 或者窝在床上 对吧 我们当年的有一个 我们隔壁寝室有一个超级灾难 那简直是 他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 几乎不下床了 那种除了上厕所 要下来一下 吃饭让同学帮他带 然后要什么东西 就让同学帮他拿 一天二十四小时 在这场上就这样就打游戏 我们那年代 那有的 那你们现在也不许更要名 好 然后呢 这是国外的 他们比较好的一个统计了 拥有中真性伴侣的男人 平均设计是两亿 但是滥交群体中的男人 平均设计是五到六亿 甚至会更多 这完全地反映出了 上面这个小鼠实验 在人身上当然是一样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气味啊 什么的 男人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女人 出墙没有 那是根据他的气味啊 什么东西 来有这种感知 然后他就会调整他的这个 调整他的这个 这个射精量 那么 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 有这个精子 大占的这个需要的话 这就 穷精就会 调整生命战略资源的同配 有多个性伴侣或者平凡 更换性伴侣的男性 倾向于生产更多的精子 所以他会加大精子的产量 然后又更频繁的性交 而磁性呢 似乎是他会 在生物学上面 他会认为下一代 生长环女与当天相同 所以多性伴侣的磁性 的学生不来 就是他生下一个男孩 好 倾向于多次造精子 那现在这种 这种遗传呢 又是通过表外遗传的方式 来往下遗传的 现在有一些研究 已经开始慢慢地 慢慢地 这个揭示 他的一些生物学的揭示 生产多精子多了 会有什么坏处 首先一个就是精子质量会下降 你所拥有的这个战略资源是有限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求产量高 必然对质量进行妥协 因为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呢 数量还是真的能决定一切的 你看这个在二战的时候 苏联跟德国 就是完全走了两条 不同的这个军工发展的路线 德国是精工细造 他的武器都非常的精硬 比方说德国的虎势图 对着这个苏联的T34坦克 交方米经常是可以达一级数损伤 一辆虎势坦克可以干掉 十辆以上的T34 但是奈何 T34的整个二战的过程中 增长了八万多辆 冲都把那个 都把德国的冲滑了 苏联 苏联当时 苏联飞机是什么 直接把汽车的方米机 装到飞机上面去 然后把汽车增压调得非常高 这个发病机只能工作15个小时 但是绝大部分的苏联飞机 在深风之后两个小时 就被盖下来了 就被德国人盖下来了 整个苏联的这个 这个卫国战争里 死了 都光死的就是占了 总人活的四分之一 还不算伤呢 他们的伤亡 他们的伤亡人数 跟中国整个抗日战争 是一样的 它就是靠这个 这个人海战数往上填 10比亿 20比亿 甚至100比亿的交往比 我就是一拿这个数量 就可以把它给冲凉了 最后 最后那个苏联排山倒海的 这种大抗兵主义 把德国人轰的 这个一论一论 怎么做到的 30比亿门炮 30比亿门炮 在正面战场上展开 大概有几十公里的 这个战线 然后万炮起发 就往这个 德国这个ZERO 高地的一个散发船 群切炮弹 就这么轰吗 那你德国再牛逼的武器 进不住这么轰吗 肯定进不住 所以苏联就是这样的 一线平推 最后 这个 这个 成功地把德国的干掉 就是这样的 所以数量有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 决定一切的 所以在 当你的这个 收藏环境 当你的配偶 面临着这种 这个精子大战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时候 首要的要求 就是数量的武器 那么 精子质量下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由于需要快速活动 所以单个精子的能量 怎么会下降 活力会下降 大家知道 精子内部是 精子是一个非常 非常简化的细胞 它没有办法长期生存的 它所有能量 全部自带 就相当于 是一次自杀性的袭击 所有能量 全部自己带 它没有办法去吸收 外来的能量 然后呢 就靠着这个 精子尾部 尾巴根部的 还有几个发动机 然后驱动这个尾巴 在摆动 然后往下游 游过去 那真是像 神风通风 过去 行就行 不行 就不成功 做成人 所以 它为了能够去 它要带上足够的能量 才能游过去 但是由于 要坏入过程 所以每一个精子 它所带的能量 会下降 这会导致什么 它冲 冲不是那么远 但冲不是那么远 不要紧 为什么 绝大部分的 就像苏联一样 它为什么敢把 只有15个小时 受病的发动机 往飞机上装 因为绝大部分 你这飞两个小时 就已经没干下来 它根本没有机会 游到那里 就已经精子大战 就已经跟别人精子 打个名团 最后还不定谁死了 就没打算 活着冲过去 然后DNA错误率 就会上升 对吧 你复制多了之后 你复制错误率 是一定的 所以你错误得多 反正这些精子里面 绝大部分就是 当套货要死掉 跟别人要拼命的 然后呢 就会消耗过多的资源 那我们 经常很多人在说 这个重欲伤身 我们先把这个话放了 男生 我知道有些男生 他会手银 这个手银不是什么 一个很 不是一个什么 很恶心的事情 也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总有手银的 这个生物学的功用 真的 这个咱们今天就不展开 但是 如果你天天撸的话 你会马上发现你的战斗率会下降的 各个方面的这个精力会下降的 不信你 你 谁 谁 谁 在动物界 绝大部分的动物 雄性 交配之后就立刻死亡 所以说雄性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把自己的精子给出去 然后就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来 交配就是它的最高历史使命 好 然后呢 有一个时间我们马上讲一下 就是生死过多的精子 我说了救命 好 这篇文章是什么呢 Nature上面的 挺早的 92年的文章 这个叫著名的Fanforkhease的实验 它的这个文章的文章叫 Protructional sperm reduces nevator lifespan 它是拿现存来做实验的 很多生殖上的东西 和发育生物学上的东西是我们拿现存来做实验 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动物 非常小也很容易养 我原来在这个写微镜这个解剖性里面 跳虫子 跳虫子 把眼睛看滑了 那种 把跳虫的虫子来做实验 它里面的一些结论吧 一些结论我直接这个摘在这里 我们再往下面讲个细的一些专业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仅仅是性行为的话 它 这个 decreases male lifespan 性行为它会减少寿命呢 然后 第二个呢 The reduction of mating male lifespan seems to be caused by additional sperm production and not by physical activity of mating 就是 交配的这个动作 当然也是很累人的 任何一个动物呢 你看看它那个性行为的过程 都是非常的费劲的 只是这个动作 费劲的动作并不会影响寿命 而这个缩短寿命是由于生产更多的精子导致的 然后 A mutation reducing sperm production increase the mean life span by about 65% in both mating males and hematural diets 就是 就是 人们对它做了一个基因工程的改造 使它的这个精子产量下降 这个还是蛮容易做的 有些决定精子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基因 我给它做一个突变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人工降低精子产量的这个动物 它可以长寿65% 增加65%的寿命 所以说 为什么你看那个以前的那个宫里面的太监 都 都挺享受的 是 是 是有道理的 然后 然后 这是另外一篇文章吧 07年的文章 这个 你看看 它标题 Adaptive modulation of sperm production rate in Drosophila are species with giant sperm 这个是果蜻类的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 Adaptive modulation of sperm production 它是可以一个自适应的一个精子生产 那么这个物种 这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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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精子特别大 所以说呢 生产一个精子 它要消耗很多的这个战略资源 对吧 所以拿这个东西来做实验 会比较显著 然后它的结论 Males from a variety of texas have been shown to strategically partition sperm across ejacurates in response to perceived sperm combination risk 能读懂这个吗 解释一下 它从不同的 就是因为这个种 还有不同的样子 对吧 有不同的种属的雄性 它可以战略性的分配 这个 这个射精的时候的这个精子的 这个使用量 in response to 就是 响应什么东西 可能的 perceived sperm competition risk 就是如果说它感知到 有这个精子竞争的可能性的话 它就会多射精 males might also be predicted males might also be predicted to adaptively modulate the rate at which sperm are produced 真是吗 它可以有适应性的去 而且是可以预限性的去调整它的精子的生产 生产速率 也就是它如果说 老是面对着一个很强的精子竞争的环境的话 它就主动要增加它的精子产量 males with little risk of sperm competition risk or few making opportunities should divert resources away from gamut production 但是如果说不面对的 啊 它们基本上没有这个精子竞争的这种危险 或者是 它基本上就没有这个交配的可能性 没有交配的机会 它就会把这些资源 从配子生产这个上面 就是精子生产这个上面 移走 移到其他的方面去 那么移到什么其他方面去呢 实际上就会导致大脑 大脑的一个变化 因为在人的有三大干细胞群 神经干细胞群 骨髓干细胞群和生殖干细胞群 三大干细胞群 骨髓干细胞群 你可是不能随便动的 因为它是什么 管的是造血 管的是这个免疫 你这是不能动的 那么神经干细胞群 就和生殖干细胞群 是一个死瘦必胞的关系 因为你可以傻一点 但是傻子也可以有后代嘛 对吧 好 所以的话大脑跟高丸 就会竞争同一种资源 这个资源叫做骨髓骨髓 也称DHA 说DHA 大家都明白了 为什么说孕妇要补DHA 孕妇要补DHA 就是因为小孩发育的时候 他需要 这个大脑是神经是需要发育的 对不对 在消耗大量的DHA 就从母体里面去拿 如果拿不够的话 这个小孩的神经发育就会 就不要了 不好玩 是吧 所以说孕妇要补DHA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你自己吃的多的话 没有关系 古时候哪有什么 人工合成的DHA 那个胶囊给你吃 是吧 就是这么说 这个孕妇吃鱼 中国南方 这个鱼蜜之乡 吃鱼吃多 那是很好的 为什么 鱼里面是常 我们常见食物里面 鱼 常见食物里面 Omega-3不保护脂肪 算是最高的一种食物之一 所以说多吃鱼 留住鱼脑 留住鱼聪明 这是有道理的 还有什么 一孕撒三年 对吧 听说过这个 这个女生都很 都很关注这个事情 对吧 是不是真的 一孕撒三年是怎么来的 都是被小孩那个贴缺 都被小孩拿走了 所以你就傻了 因为后来 后来 我怎么 我老婆生孩子 生孩子 期间当然补爹学的 生完孩子之后 我照样给她补 然后我就 一般来一样地鱼 我要给她出一点数学题 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像这种数学题 这个几个二那些 是这样的 概括 快点啊 是吧 你们不要学 对不对 你们不要学高数 可太久了 你不要学高数 这个用什么 这个怎么解 用什么法则来的 特别二法则 我希望你们 大三的时候 上我的 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 你们上我的中心学课的时候 还记得这个 别黄刚老师了 反正要出点这样的 也不算难的题目 我就给他做一做 他学音乐的 所以能做出这个题目来 已经很了解了 然后呢 我发现就是给他多吃鱼 然后吃鱼之后第二天开始 然后他就 他就做出一剧都没有问题 真的 很明显 如果他出一些 在生活中出一些 很匪夷所思的这个事情的话 我就说 多吃鱼 然后就在那里吃鱼之后 所以那个女司机 他开车 他打架都给我找 他开车是相当稳的 相当厉害 然后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今天不靠谱的女司机 是怎么来的呢 是鱼之后来的 我一直给他吃鱼之后 我一直给他吃鱼之后 就给他吃鱼之后 我吃鱼之后 所以没什么问题 好 但是呢 DHA的使用量是和寿命层反比的 寿命太短了 尤其是对女性来讲 他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生物体有严格控制 DHA是什么样的技术 这个地方我们提一下 这个为什么说男人可以专情 而女人是往往爱想 在自然界上还是不专情的 这是跟雄性和雌性的这个 这个历史使命 因为他的生殖策略是有关系的 刚才说了雄性的历史使命 就是什么 争夺雌性 然后把自己的精子给出去 然后就完事了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做过了 然后你的基因就有你的下一代 希望你这个下一代还是你的基因啊 呃 雌性又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整个动物界里面 我们看见无论是低能还是高能的 雌性在生殖过程 这种种的这个能量消耗 是远大于雄性的 对吧 非常容易理解 你看 就拿人为例 网上不是有段说话 哎 你们男人 这个女人就说 你们男人 就给出那么点精子 然后后面今儿我们失业排胎 然后我们还要 还要很辛苦的去做家务去带孩子 把这个孩子养大 哎 这个其实能反映出来什么 在生殖过程中间的这个能量能量消耗 雌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雌性它不太可能像雄性那个样子 就是把这个把劲儿使在 使在交配之前 对吧 这个 一般来讲 男人之间的竞争 是在 竞争女人嘛 就是都是在 结婚以前 这好几个好几个男生追一个女生 追一个斑花 然后这真是打得不可爱交 有人闹出人命了也有 是吧 但是基本上结婚以后 大家就觉得 怎么文明人吧 不能明儿抢 是吧 如果很有道德的话 那就怎么算了 雄性竞争是在这个交配以前 然后雌性的这个生殖上的投入 能量投入是在这个交配以后 由于怀孕以后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通路 所以的话 雌性 他的一个孙子策略是什么 但是不是说 我交配管车之后 我就死掉了 为什么 他要 在抚养 这个小孩啊 长大啊 对不对 这个那么早死了 那怎么办 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又不能鼓励的存活 你把他抚养大呀 所以说 在动物界 雌性 就哪怕是雄性 结婚之后就死了 雌性一定是 不能够把这个小孩养大了 那么 由于雌性 他在生殖整个过程中间 处于一种被动的过程 而且 他的这个能量投入非常大 因此 在面对未来不可知的环境的时候 因为谁知道 谁知道以后是这个 咱们这儿是变得更热了 还是更冷了 是吧 那个 这个 这个 环境会有改变吗 就面对未来不可知的环境的时候 雌性希望说 我的下一代有更多的基因多样性 对不对 不同的基因 比方说 我有的小孩跑得快 那就 以后如果说 这边的这个食物没有了 他就 他要跑很远的地方去 寻找食物 那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有流失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这个地方 也会变得很冷啊 都变得很冷了 那么他希望他有的小孩能够比较抗寒 这样的话就能活下来 对不对 等等等等的 像这样一些情况 所以希望他希望小孩啊 他的后代有不同的这个基因多样性 总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 总有一个能够活下来 这样他就能把他这个这个这个雌性自己的基因传下去 对不对 所以 实性是天然的 倾向于跟多个雄性 发生交配 生下多个不同基因型的后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女人要做的专情是比男人要男很多的 这是他的生物学的背景 但我们 我们人 不仅仅是一个生物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负责 而且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你外面热了冷了 咱们可以开个一条嘛 现在空间很贵 是不是 所以说 为了面对未来不可知的环境变化 而 产生更多的生物中样性 这个需求 现在已经是基本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要 就是我们要摆脱一个 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摆脱一点动物性的 不然会就往为人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心理学的调查研究里面 就发现了 平均来讲 女人的这个专情时间只有三点六年 三点六年 三点六年是什么 你十个月怀胎生孩子 把孩子生下来 不然两岁三岁 两岁三岁的小孩 其实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生活能力了 他不是 这里的地方不是说 这个 呃 在一个国民社会里面的生存能力 它是一个自然的生存能力 就是他能够自己去 跑点食物啊 什么的 这个是 他可以自己去抓食物啊 这已经具备 一个一定的 这个最基本的生活能力 所以说 在他们小孩已经 长到 可以 基本上自己 生存下去的时候 这个女人就开始 一心别态了 他寻找下一个教育目标 下一个教育目标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这个 不要这样子 为什么七年这样 三点六年 如果我们 它这有个分布呢 对不对 是有个分布的 到了七年的 有时候 差不多两倍的 这个平均值的时候 两倍平均值的时候 也就是有很高的代理 一般来讲是百分 但是这个情况不是正常分布 就按正常分布来讲 如果是两倍的话 那么也就是有百分之 如果是双边的事 中间是百分之七 如果是单边的话 一边是百分之三十三 也就是百分之八十几 接近百分之九的概率 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说七年之养 这也是有统计学的道理 也就是在七年的时候 有百分之九十会出现问题 那么怎么样去对付这个问题 那也是靠大家的智慧 但是这方面我也比较有经验 所以可以就是帮帮很多 这个有出出问题的 这个婚姻出问题的这个夫妻 我给他们做一些心理辅导 然后DHA这种 别对生殖类的 也来说也是很大的作用 DHA不足的精神活动能力差 受精能力下降 然后对大脑来讲的话 DHA 那么DHA 会导致神经和动作稳乱 导致抑郁甚至精神分裂 缺乏DHA 没有创造的激情 也缺乏快乐的感觉 所以说你越烂情 到最后来讲越没有快感 就是这样 电视剧上面都有 那我们来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当你淫乱的时候 你被迫的把战略资源 用在生殖上面 大脑就会受到抑郁 所以结论就是 淫乱者弱智 我们来看 秦杂交质动物中的雄性 其生殖器官占体重的比例 比远远大于性稳定婚姻质同科属动物 而大脑占体重的比例 小于性稳定婚姻质的同科属动物 那夫妻式的蝙蝠 雄性大脑占体重的比例 平均比杂肴次生殖蝙蝠 大于1.368倍 但生殖器官的体重比例 平均只为后者的六分之一 对吧 因为它这个一夫一妻制 它没有这个精子大战的需要 所以它当然不需要那么大的生殖器官 不需要制造那么多的精子 然后同种属的雄性蝙蝠 大脑化学水平和高脑化学水平 产能反比 那么我们来看黑人白人和东亚人种 有个比较 我们看头颅容级越大的话 平均的智商应该是越高的 然后实际源数目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平均智商也肯定是东亚人种 那你可以说平均智商与这个教育就有关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双胞胎率 这个是反映生殖能力的 对吧 这是一个自然生殖能力的 因为你双胞胎率嘛 你一次性行为 你一次怀孕 你出来俩 这不是这个这个这个效率高吧 我们可以看见 多产人种是明显要低的 黑人人种很高 所以你看这个神经系统发育和这个 生殖能力是不能反比的 然后我们来看 性行为的社会道德规划和民族智商的关系 有明显的一个区别 我们看一下性行为道德规划是比较开放的 比较开放的这些这些部落 他平均智商是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是有 然后婚姻是神圣 犹太人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的 非常注重 他们的平均智商117 中国是在这之前 在十年前的统计结合 十五年前的统计结合 大概80% 每7的人有数据智商 中国人平均智商105 然后低度数据智商是英国人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英国王他就用这种办法 平均智商10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从一个大范围的统计上面来看的话 也是这样的 那么有人会说了 你智商与这个社会经济水平 以及教育程度是有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日本 这样一个例子 它会导致整个民族市场水平会有改变的 那么古代日本 它是没有正确观念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古代日本 虽然也是有比较 它的历史也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创新方面是基本上没什么东西的 近代的日本 使大力教育使得智力水平上升 但是关键创新非常少 几乎所有的重大的科学创新 都不是日本做出来的 而都是日本很会拿来改进 可以把一个东西 由大做小 由粗做精 但是它一个源头性的创新 非常非常少 所以当代日本的话 是由1955年十月圣太郎开始的性解放运动 然后呢 智商由于近代的日本106到108降到了100 这是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 然后它现在的小学生的运算能力 作文能力 是非常的差 差到一个出目惊心的地方 因此 一个国家如果非常淫乱的话 它的整体散动力就会下降 它的科技 文化水平就会下降 于是淫乱 我就会容易覆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历史上面 任何一个朝代 刚开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东西是比较正的 随着 然后那个时候 一般来讲就是人才配出 对吧 但是任何一个朝代到了快灭亡的时候 那个时候淫通都很盛 然后在灭亡之前的 这么可能一两代国军的那个时候 人才就很少 能够名流新史的 这个人才就很少 波典的中国 在这个历史上面 这个古巴尔人帝国 还有古罗马帝国的负面 都与迎风轻盛 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甚至来讲 像古巴尔人帝国 你可以在圣经上面都可以 找到描述当时像格林多 这个地方也是很多的乱想 这个迷漫到一个触目进行的地步 真的很可怕 所以大家都可以 就是历史点击上面都有很多的记载 而且呢 在这个 如果难性的话 对你心理的影响也是很多的 当然这个时候 咱们就不说了 所以呢 在性开放 性难交和生物层面上会导致 对于女性来讲 是激烈进行的 大家会损害女性的身体 然后男性呢 就会被迫采生大量的精子 浓用身体的战略资源 造成大脑飞化 对个体来说就是这样的 而且呢 后代的大脑 发与学生育 发与学生育 会保持个体 竞争力下 以及民族 竞争力下降 虽然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 是很难改变 整个社会上的这样一个风潮 但是如果我们在座的 每个人自己 对于个体来讲 如果你自己能够 结成自豪的话 那么你自己的事情 就会少受损 而是你自己的后代 你自己又会聪明 从而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 有更大的可能性成功 然后你的后代 也会比其他人的后代更聪明 所以你的这个基因 将成为一个优势基因 能更好的传递下去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 这个中文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